oo 好,大家早安 喂,喂 所以我們今天來教一個蠻複雜 然後可是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就是 jnx 的 trigonality 所以首先我們可以先把 bessel equation 寫下來 那我們上次其實已經講過了 bessel equation 我們要把這個 去到一個 其實我們會在一起 學習一下 做一個 關於這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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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OK 所以其实首先是从Bessel Equation出发 然后你稍稍把它写成这个形式 就把前两项变相 那再来的话呢 做一个rescaling 就是把X变成是 alpha nu M rho除以A OK 所以就说你rescaleX到rho来 那这个的好处是什么 这个的好处是 我们最后其实常常学到的Boundary Condition 你想要去解的话呢 通常其实是什么 其实事实上是rho等于0 跟rho等于A 所以当rho等于A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当A带进去的话 它其实事实上是0 所以基本上其实你求的 其实是像 这一类的 就是在Boundary Condition这边 在A等于0的地方 在rho等于A的时候 事实上它通通都是0的 OK So this is a pretty straightforward rescaling 那我们接下来 其实想要证明的就是 这一些Bestle Functions 经过rescale完之后 事实上 它们彼此之间是垂直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其实想要去证明 垂直的东西 这些函数有没有 它其实事实上 是等于 J nu alpha nu M Rho to A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 你自己的M 从E一直到无限大 它其实都是同一个J nu 造出来的 OK 好 所以做的方法 其实还蛮 street 还蛮单纯的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证明 5N跟5M的话 所以我们就首先把 这个式子乘上 就是phiN 那phiN不要忘记了 其实它写下来就是 J nu 只是rescale的方式不同 alpha nu M Rho to A OK 然后乘上这个 Rho to Rho 首先先把Rho除掉 因为待会我们要做分布积分 所以 所以 对这个式子做一点点Massage 就是把Rho除掉 这Rho除掉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Rho除掉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OK 然后你就再呈向那个夸弧 所以是D D Rho OK 然后在这边的话是Rho 然后再是D D Rho 然后这是J nu alpha nu M Rho除以A OK 所以这是第一项 然后再加上 那后面这一项的话呢 其实就变成是 alpha nu M 平方 Rho平方 Rho A 对不起 3A 平方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J Nu alpha nu N Rho除以A J nu alpha nu M Rho除以A 所以这是这一项 然后最后是减掉 Nu平方 3Rho 然后再来的话是J nu alpha nu M Rho除以A J nu alpha nu M Rho除以A 等于0 OK 所以你把它写完之后 它基本上分解成三项 好 那你现在可以想像 如果你当初 其实这里是取 Nu N 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你把它乘上 Nu M 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的 它就会变成 基本上就是把M 对掉就好了 所以它就变成 J nu alpha nu M Rho divided by A OK 这的话呢 这的话呢 就照超 然后 Rho DD Rho 看来这个证明 最困难的地方 只是在超东西而已 Nu N Rho divided by A OK 所以它变成是这个样子 然后后面这里呢 事实上是 alpha nu M的平方 Rho除以A平方 再来的话是 J nu alpha nu M Rho除以A J nu alpha nu N Rho除以A 减掉 U平方 除以Rho 再来的话是 J nu alpha nu M Rho除以A J nu alpha nu M Rho除以A J nu Rho除以A 等于0 OK 有点恐怖喔 没有关系 然后呢 你就把两个相减 然后把两个相减之后呢 然后再积分 从0G到A 所以把两个相减 然后从0G分到A G分 从0G到A OK 然后这个实在是很难写的 所以让我现在开始 下面就稍稍用一点 简化的写法 我把这一个 写成phi N 好不好 OK 然后我把那个 就直接写成prime 所以这一个东西 还是不要写成prime 好了 大家会引起困惑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phi N 然后再来是 是D D Rho OK 然后是 Rho phi N prime OK 所以请你就遵需我 稍稍偷懒地写一下 好 然后再来这一项 这两个相减的话 这个会 就会倒过来这样 所以是减掉 phi N D D D Rho 然后再来是 Rho phi N prime OK 所以这个是前面这两项 相减完之后得到这一个 然后后面这个呢 你积分的话 因为这是常数 然后这两个很显然事实上是一样的 所以就变成是加上 alpha Nm的平方 减掉 alpha Nm的平方 除以 A平方 好 然后再来的话是 积分 Rho phi N phi N Rho 从0 G到A OK 嗯 也还蛮简单的 然后这两个相减呢 就等于0 然后就等于0 对不对 嗯 应该还蛮简单的 OK 好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反而是等于0 就把它插掉这样 然后把它移向过来 所以左式就等于 右式 然后加一个负号 所以加一个负号 就是把这两个相减就好了 所以就是Nm 减掉Nm的平方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步 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示范 好 那我们现在先假设 N不等于m 好 我们先正 N不等于m的k 是这样 好 当N不等于m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式子 前面那一项做分布积分 好 那不要忘记了 这个滴滴肉可以消掉 所以等于里外相乘 减掉里外对调 所以那一个积分 就是left hand side 你如果做分布积分的话 它会等于是 rho phi n phi n prong 从0带到a ok 然后再减掉 积分从0积到a 然后因为里外对调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rho and prong rho and prong d rho 所以那是第一项 第二项的话呢 也是一样 它就变成 rho 然后是 phi n prong 然后从0带到a 然后是加上积分从0积到a 这个东西呢 是变成rho phi n prong phi n prong d rho ok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经过分布积分之后 这两个消掉了 然后你最后其实只剩下什么 你只剩下这个带0进去 这样 可是你仔细看一下 这一个 这时候你就要真的把它写下来了 当这一个带0进去的时候 这两项都是多少 都是0这样 所以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你带0进去的时候 那个rho phi n phi n prong 如果你今天带rho 如果你今天带rho 等于0进去 它大概等于0 因为rho等于0 所以就是0 那第二件事情是 你的rho phi n phi n prong 你把它rho带a进去呢 它还是等于0 对不对 这应该很好理解 因为phi n是定义上的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rho带a进去的话 它刚好有一个是0点 所以它其实也是0 所以你就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就是这一整个left hand side 事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0 那因为它一整个就是0 所以你最后得到的其实就是 又是 它一定 会等于0 那可是因为 n跟m不同 因为n跟m不同 所以呢 你最后得到的式子 事实上就变成是 α0n的平方 比方减掉α0m的平方 除以a平方 积分 比rho 从0积到a rho 乘上j α0m rho除以a j m α0n rho除以a OK 你最后得到的事实上 是这个积分 等于0 那因为这个不等于0 所以唯一一个可能性就是后面这个积分等于0 所以你就得到了那个证明 就是jn 你如果今天拿来对它0点 做不同的rescaling之后 它们事实上彼此是垂直的 OK 所以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嗯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OK 好 接下来就更诡异了 好 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要证明一下就说 欸那如果n等于m的时候 你怎么去算它 嗯 所以这一部分不知道大家跟得上吗 早上醒来立刻看到这么恐怖的 的 的 好 就brother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更困难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要证明两个相等的时候怎么办 那在这边的话 对Bestle Function而言 最简单一个证法是 像是 下面这个trick take alpha nu n 等于 alpha nu m 加上ε 所以在这边你要稍稍小心一下 在这个情形底下 alpha nu n is no longer a zero point ok 所以 你如果要证明就是当两个 比如说这两个都是相等的时候 它变成平方 然后乘上rho积分起来等于什么的时候 然后我们用到的trick事实上是这个 是 去 follow exactly the same algebra 可是现在把alpha nu n 取之后 alpha nu m 再加上一个ε 那ε不等于0 这样 然后你最后把ε去进0之后 它们两个就相等 可是在ε不等于0的时候 alpha nu n 事实上不是一个zero point 可是你永远可以做这件事情 反正你有bessel function 你就重新做所有的事情 you will basically get following everything 你最后会得到的是 我这里已经写掉了 很难看得到 你会得到rho phi n phi m pron 0到a 减掉 rho rho phi n phi n pron 事实上就等于 alpha nu n的平方 减掉alpha nu m的平方 乘上a平方 積分 0寄到a 底rho rho phi n phi n ok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follow exactly the same algebra 你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你把它带进去就好了 前面这个有四项 对不对 分别带0跟a进去 and it's pretty obvious 你只要带0进去 反正答案还是0 因为前面都有rho 可是你现在如果带a进去的时候呢 并不是每一项都是0 因为第一项 那个phi n 现在我已经特别提醒大家 就说 它其实不是rescale到0点 所以事实上它并不是0 所以你就可以看一下这 这里带进去之后有四项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可以观察到 不管是rho phi n phi n point 还是rho phi n phi n point 这个其实都等于0 这个其实都等于0 at rho equal rho 这应该是很简单的 因为rho事实上是等于0的 然后可是在这边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第二项那个 rho phi n phi n point 在带rho等于a进去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等于0的 所以那四项你最后把它带出来之后呢 它最后只剩下rho乘上j new OK phi n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把它带进去就好了 就是alpha nu n 对不对 然后rho等于a 所以rho phi a就是1 所以它就是长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是j new point OK 就尾分 其实这里最好把它乖乖的写出来 算了 没有关系 就写j new point 就尾分 然后带a进去 然后a带进去的话是alpha nu n OK 它是长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左式 然后它应该就等于右式 右式的话呢 就是alpha nu n的平方 减掉alpha nu n的平方 除以a平方 积分 the row rho rho 再乘上 j new alpha nu n rho tree a j new alpha nu n rho tree a OK 然后从0G到a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用一些recurrence relation 首先这边你会用到的第一个recurrence relation是 is the following basically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好 它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recurrence relation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把x 有没有 带alpha nu m进去 这是个蛮重要的trick 你如果把x 带alpha nu m进去 的话 这第一项会变成什么呢 这第一项会变成是n tree alpha nu m 然后再来的话是 jn alpha nu m OK 对不起 这里其实应该写0 原来有没有搞混了 所以这里是n 如果你把它带进去的话 这个就变成是负的 减掉 nu加1 alpha nu m 就等于 这一个 jn prunt alpha nu m OK 可是呢 因为 alpha nu m 其实事实上是 new的bessel function的0点 所以这个刚好等于0 所以就得到一个非常有趣 而重要的结论 就是这个 就是 alpha nu m 的那一点的prunt 刚好等于下一个bessel function 带进去的值 加负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特性 就对于jn而言 它在0点那一点的邪律再加负号 刚好就等于它再加一阶 thebessel function的值 so you get this very important relation 那接下来你就 我们就可以把left hand side 上套画一下下了 the left hand side 它是等于 这个东西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把它展开来 row 对不起 已经没有row了 你应该提醒我一下 因为row已经带a进去了 一定是a 所以这个是a ok 然后呢 你接下来其实在带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一个可以展开来 这个会变成是jn alpha nu m 再加上 对这个为分 jn prunt alpha nu m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就是 你展开来的那个epsel 所以它就变成是epsel 因为epsel很小 所以你只要展到这一节就好了 好 然后后面这一个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你要稍微小心一下 这个是d d r 所以你要把它换成是这个prunt的时候 其实有个a要吸进去 所以呢 这边会有个1 over a 再乘上 j prunt n alpha n m 然后 嗯 就这样 所以这一个 again 它事实上是等于0的 所以你的left hand side 经过化解之后 a跟a消掉了 然后你就会得到 是正的还是负的 是正的 所以你就会得到 j n prunt alpha n 的平方 然后这边的话呢 会得到 嗯 我真的少了一个 东西 少了一个alpha m oh sorry 再真正的讲一下好了 这边因为事实上 这一个prunt有了 i shouldn't 这个就是 在这里为什么 不可以 嗨 这边的prunt 事实上是对x做微分 对不对 可是这里的prunt 事实上是对dd row 做微分 可是不要忘记了 你的x 事实上是等于 alpha m 除以a 再乘上r 这样 所以你的ddx 事实上是等于 对不起 a alpha m dd row ok 所以就告诉你说 dd row 是 事实上 是等于 alpha m 除以a 再乘上 ddx 所以那个recurrence relation 是对ddx 微分 所以这里的rescating factor 不是1 over a 是alpha m 再乘以a 这样 所以最后会多出一个 alpha m 出来 所以这会有个alpha m 再乘上 ok 然后最后再用recurrence relation把它带掉 它就会变成了 j nu 加1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alpha m 的平方 然后再来是alpha m 再乘上1 ok 所以呢 这个是左式最后 画完出来的结果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 那右式的话呢 也同样可以 画减 你的right hand side 当epsin 趋近0的时候呢 这一个东西 alpha nu 基本上就跟alpha nu m差不多一样 所以那两个平方相近就变成是两倍的alpha nu m 再乘上epsin 然后再除以a平方 那再来的话 后面就是你要的几分 几分从0 a b r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jnu alpha nu m r trick a 的平方 ok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重要的trick是什么 这个重要的trick就是 等式的右边跟等式的左边 事实上都是infinitesimal 也就是它们都是正面正比于epsin 所以你把epsin消掉 然后alpha nu m也消掉 所以你就会得到积分 从零积到a 比rho 乘向rho jnu平方 alpha nu m rho 除以a 它就会等于 二分之一 a平方 jnu加1平方 alpha nu m ok so finally you get the celebrated result 嗯 你就知道bessel function的平方成上rho 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做完最重要最痛苦的所有的expansion 那我们做这个expansion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做这个expansion的好处是again 所有的只要是介于0跟rho之间的函数 我就可以用bessel function来展开 所以假设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它的方式可能就是这边是在a等于0的地方是0 然后它可能是任意的 比如这样的一个rho 那今天这样的一个rho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是summation n cn 乘上j0 alpha nu n rho 除以a 所以当你这样写下来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直接看得到当f带a进去的时候 它就一定会等于0 不要忘记 当你用bessel function展开的时候 你的f rho再带a进去的时候一定是等于0的 不然其实你不可能用这个方式展开 好 当你这样展开之后 那你现在其实就知道说cn可以怎么算出来 因为你两边可以同时乘上 j0 alpha nu m rho tree a 然后呢这个再乘上f rho ok 然后不要忘记了 这个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前面还要乘上一个rho 积分从0g到a 才会得到一样的答案 然后这一个 这一边乘出来之后 就会变成是 这一个就会乘上这一个分分 所以只有n等于m的时候才会有值 然后那个值的大小是 二分之一 a平方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j nu加1 alpha nu n 的平方 然后再乘上cm 所以你可以把细数算出来 细数其实就变成是cm 就等于 2 a平方 j nu加1 alpha nu m 的平方 然后再来是这个积分 积分从0g到a 然后是 d rho rho 乘上 j nu alpha nu rho 3 a 然后f rho ok 所以这是一个函数怎么样best function 展开来 就长这个样子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ok 好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best function 最烦人的地方 基本上我们就已经证完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它有用 那如果你要知道它为什么有用的话 我们可以回到 就是说之前我们学过的例子 稍稍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下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就是我们学了这么多的best function 最后你要怎么用它 它会在哪里出现 那这里面其实就会 最后会牵扯到这些零点 其实最后决定了 一个non-trivial的所谓的 weight number 可是这个weight number 跟你们以前学的 weight number不太一样 是你感觉到已经在不需要 好 所以我们先回过头来看 就是说如果今天 我去研究一个谷面 这样的一个谷 上面的一个震荡 那这个震荡的话 基本上可以被写成是 UXYT 那我们知道事实上 谷面上面如果比如说 有一定的tension跟density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有一个什么 Wave Speed 或是Wave Velocity V So that's the only parameter actually in wave 那你的Wave Equation 写下来的话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 是低平方 对G平方 就等于V平方 然后Prasil 再乘上U 那很显然 如果是在谷的状态底下 其实用XY的话 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Boundary Condition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情形 比如说我们举比较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们其实会希望的是 这个东西其实U 其实在R等于A的时候 它其实永远都不会震荡 所以呢 我们会希望 其实你最后是把它写成Rθ等T 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它写成RθT的话 它其实是告诉你说 只要它的R等于A θ不管什么时候 T不管什么时候 这一整个东西 其实永远都知道 都是0 OK 那第二个Boundary Condition是什么呢 第二个Boundary Condition是 比如说比较单纯一点 好的 假设在T等于0的时候 你的Rθ 它其实就等于 某一个Displacement OK 那这个Displacement 比如说我就把它叫做 某一个函数 就一开始 其实在T等于0的时候 我把骨面做某一个扭曲这样 然后 当然 比较简单的方式是 如果 你今天假设在T等于0的时候 DU DT 它也是Rθ的函数 假设它是0这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 这个Situation底下 想要去解除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会发现Betal Function其实还蛮有用的 那这个Wave Equation 你把它解出来之后 因为其实上次我已经算过了 所以 我直接把答案写下来 好不好 好 OK 所以经过分离变数之后呢 事實上你得到的 其實是這三個equation 然後在這邊的話 這個是time domain的 就是說如果你回去把這個La Fasin 在rθコordinate寫下來 然後就假設 U事實上是大r大θ大t的話 你可以把它拆解成三個不同的equation 很顯然第三個其實事實上就是Bessel equation 你可以分別把它們的答案一個一個寫下來 在這邊的話呢 這個寫下來事實上就是sin cos 對不對 可是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們要求 其他所有的速度都是0 所以你可以把其中一個引擎來掉 那這個的話是angle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把這個算出來 就是θ double prime加上n平方θ等於0 這個其實你可以把θ angle解下來 θ angle基本上解出來之後 其實就是sin 為兩次之後等於n平方 所以它事實上是sinθ 對不對 還有呢 然後再來是cos nθ 所以我們要求這個 可是不要忘記了 這個骨面 它事實上是有一個什麼特性 這個骨面的特性應該是 u r θ加上2π t 會等於 u r θ t 對不對 你的θ函數繞一圈回來 應該要等於什麼 應該要等於自己吧 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好 所以在這邊的話 你等於要求是什麼 你等於要求是 這一個解出來之後 sin nθ 加上2π 應該要等於sin nθ OK 所以你就發現了 第二個equation 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constraint 這個constraint是什麼 你把這個乘開之後 這個是nθ 這是2nπ 所以第二個呢 因為 single value的特性 所以你就會發現 n is an integer OK 所以在骨面震盪的時候 你的bessel function裡面 它其實只會有 j0 j1 j2 j3 j4出現 事實上是因為它 θ方向 本身是單值的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 這一個 你在做變速分離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 OK 好 那 如果你已經知道這個這個這個 那你最後就可以把general solution寫下來 所以我直接把general solution寫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好了 你就可以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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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所以在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我其實考慮的是 就一開始它有個位移 可是它速度是零 那如果它一開始速度是零的話 其實告訴你 其實這個解出來是cos 跟 sin 對不對 可是這只會有什麼 會留下來 這只會有cos 因為cos 微完之後 sin 帶進去就是零 sin 如果微完之後會得到cos 所以這是為什麼這裡其實只有一項 可是你解完之後 事實上是有兩個integer 一個integer是什麼 一個integer是這一個n 那對於每一個n而言呢 事實上我們又知道 其實在零點的時候是零 所以你在這邊解出來這個bessel function 這個jn這個bessel function 它其實事實上呢 是等於αNm的意思 那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下 是jn的dm的0 所以當你帶 r等於a進去的時候 這個字才會再等於0 所以事實上這是你解出來bessel function的解 那這個bessel function的解 是跟誰配合 是跟一個cos 還有跟一個最general的n跟θ 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事實上你需要的是兩個有兩個integer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隻骨面為什麼這麼困難的原因這樣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骨面基本上它其實有兩個integer ok 一個integer其實是 是告訴你說沿著θ角度 它會有幾個節點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 那一個n的時候沿著什麼 沿著r方向又會有哪一個節點 所以你常常看到說 骨面切一半 然後畫圓圈圈 其實是這樣來的 我畫一下給大家看好了 原來你最後都不知道在幹嘛 那這裡面其實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knm跟那個omega nm 如果我們把它算出來的話 他們就是當然 成像波數這樣 我們在推到前面的時候會得到這一個 那可是這裡就變得非常有趣了 omega nm的確是 這一個東西的什麼 這角頻率這樣 或是說你是週期分之一 可是knm事實上並不是 因為它並不是sin 所以knm並沒有一個波長 所以在這邊你會碰到一個週期波 可是這個週期波事實上並沒有週長 它只有週期 可是它的週期跟omega之間的關係 跟你們以前學過的還是一模一樣 所以也就是告訴你們說 你們以前學過f乘上lambda等於v 那一個其實它比較正確的關係式 就是說你們以前其實常學過的 f乘上lambda等於velocity 有沒有 這個關係式其實比較正確的寫法 其實是omega3k等於v 是比較general的 因為k在這裡其實並不等於2pi3lambda 看大家好像一副都完全掛掉的樣子 所以我們畫一下最後出來的解答 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先來看最簡單的簡形 就是n等於0m等於1的解答 好不好 n等於0m等於1的那個解答呢 如果當n等於0的時候 cosnθ基本上是一個常數 sinnθ其實就是0 right 所以其實基本上 前面那個最前面的θ angle 就是total的就是0 所以你會得到的是 j0k01 1乘上r 乘上r 再來呢是什麼 是cos omega01再乘上t 所以這個時候的古面會長什麼樣子 j0k01r 其實如果你把它畫出來的話 它其實是長這個樣子 ok 因為它是j0的第一個0點 那這一個東西乘上cos 意思是告訴你說 它其實比如說在0的時候是長這樣 然後隨著時間呢 它會慢慢的變扁 然後變成這樣 然後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然後又再震回去 它其實就是這樣震 所以意思是告訴你說 整個骨膜其實是用非常非常簡單的方式在震 結果骨膜一開始其實是長這樣 然後慢慢變小 變平 往內凹 凹到下面去 然後又再這樣震 所以這是最簡單最簡單的骨膜的震盪 是fundamental mode 然後就是n等於0m等於1這樣 那如果你今天去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還是n等於0 可是m事實上是等於2 好了 如果是n等於0m等於2的時候 你會得到什麼呢 同樣的因為n還是0對不對 所以它還是沒有angular dependence 所以這還是j0 可是這變成k02乘上r 然後再來是乘上cos ω02乘上7 那不要忘記了 這兩個之間其實是上筆子是一樣的 只是偷懶沒有寫進去 那這個會變成什麼 同樣我們先來看一下j0 如果在第二個0點寫下來的話 這還是a對不對 因為rescale完了 所以呢它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OK 然後乘上cos之後意思就是說 它一開始是長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就慢慢變小 然後呢就慢慢變小 然後變平 然後變成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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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其實就還滿有趣的 這意思是告訴你說 靠近骨中央的時候 如果再往上震的話 靠近骨的旁邊是往下震的 所以通常呢這個時候 你就是會看到一般的書 會再寫說這是正這是負這樣 所以可以想像說 當我這樣畫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當你這個是j0k2r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它經過了 它是第二個0點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前面還有個0點 這個0點事實上是根本 從頭到尾都是0的 right 你r如果帶兩個0點中間的值 讓它帶到這個 所以事實上它是有個結線的 那不要忘記 它是在r等於constance的結線 所以它事實上出來是個結環 所以鼓在敲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second mode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它在有一個圈圈的地方 它是完全不會震的 所以這個是震的意思是說 如果鼓膜這個是往上彈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往下彈的 也就是說 當鼓膜是震的時候 裡面中間是震的時候 它其實這個是往下的 它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是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最後再舉一個例子 好不好 我們就下課了 我們來舉一個 n等於1 m等於2的例子好了 如果是n等於1的話 你看那是cosnθ sinnθ對不對 那因為反正cos跟sin加在一起是一樣的 所以譬如說我們就取cosθ好了 所以它事實上就會變成是cosθ 它有angle dependence 然後後面的話呢就變成是j1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k12r 然後再乘上cos ome12t 它會變成是這樣一個像 這樣一個像就變成有趣多了 第一 它有angle dependence 第二 這個j1如果你把它畫出來的話呢 j1事實上是從0開始震的 然後呢它有兩個0點 所以意思是說它震成這個樣子 所以事實上它的原點是不震的 ok 然後這個是往上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往下 ok 所以在這個時候通常 你就會看到一般在寫的時候是怎麼樣 不要忘記了cosθ 如果把它畫出來的話 cosθ什麼時候會變成是0 pi over 2 或負pi over 2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呢 那個骨面的這一個會變成是結線 然後因為m等於2 所以它其實有經過一個0點 所以在這個地方它也等於0 那事實上中心點它也是0 所以你最後把它畫出來之後 你就常常看到人家在畫的時候說 這是真、負、真、負 所以這一個就變成是n等於1 m等於2的mode 那你可以以此類推把所有的mode 全部都畫出來 但是為什麼一般就是說 我們用這麼compact一個圖在畫的時候 它是什麼意思這樣 基本上 there are two types of nodes 就你回去要想一下 你的loaded line就是你的nodes 你的loaded line 它其實有兩部分這樣 有一部分是用 什麼這個幾個角度切出來這種 ok 這種直線的來源事實上是由n來的 那有另外一種呢 是圈圈的 circles 這個是由m來的 所以呢 就是由n跟m 你把這兩個疊加在一起 你就可以看到你網路上或課本上面看到 所有的骨模的震盪這樣 ok so this is actually very very important 非常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能夠知道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把這個general solution寫下來之後 然後 我今天如果請你畫出某一個nm的load 你可以直接畫出來 它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要知道它的solution是什麼 好不好 ok 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邊 然後我們今天要考那個 小考 好